这次选择了中号、小号和迷矣这三中尺寸 一共创作了五款手带 同时也使用了一些传统的技术 比如说刺绣、镶嵌等等那些东西 黑色的包运用的人道乐系列的图像 它上面刺绣了很多小的饰品 就比如说珍珠或者是这些小的闪片 右面的粉色在它的背后 其实完全是进行了一个皮质的 2-order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尝试 包的绘画运用3D的方法制作在包的背面 摸上去特别像在抚摸月球的肌理的这种感觉 存在着一种两面性的状态 那么这系列其实是我戴上一个数字眼镜 这数字眼镜可以把我们看到的颜色转换成黑和白 我其实并不知道调色环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摘下眼镜的时候 那么它产生出来丰富多彩 就像其实并不是我主观所要强加上去的 而是来自于随机来自于自然的颜色关系的组合 由于整身的颜色关系的하다 由于副币る前cible搭erry